晨光中,一辆蒸汽机车仿佛从石工隧道中慢慢驶来,气笛呼啸山谷,烟雾缭绕平原,这是一座比较大的城市,铁梨。 这里有一座蒸汽机车博物馆,收藏的机车有三辆,依然可以运行。 博物馆会在冬季来临的短暂时间开放这三辆机车,一般的任务就是开走这辆古董级别的庞然大路。 驾驶室超级举措,不到五平里的空间里挤着三个工作人员。 护着头是什么样子?咱们开火车一共是几个人?几个学会? 三个人。 三个人?那每个人都负责干什么?您是负责干什么? 司机就是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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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是控制方向吗? 对,就是前走后走,一切的运行。 您是负责什么呢?负司机,负司机一般是主要负责哪一块的?负责给油,给油,也忘了。 我是四楼,负责粉火,晚购六个人,贴煤。 贴煤?对。 因为小孩在电影里头看见,呼啰啰啰啰啰啰啰,然后叔叔在里头铲煤,他就走了。 第一次来到这种火之头的内部啊,看到很多这样应该要怎么来说呢? 这种仪器,这种工具都非常的古老。 这个词用的,对吗?古老。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上面呢,很多地方都是,这一个叫秀器。 不小心踩到这个阀门 可能都是布满了很多的灰 进入驾驶室 仿佛穿过了时光隧道 每个零件都被岁月摩索出了 专属于这片大地的痕迹 粗粒厚重 自从2005年开始 蒸汽机车已经不再复义 想再见到他们 只能通过影视作品 一代宗师 1942 铁道飞虎 超过100部电影 曾在这座辽北的小战取景 蒸汽机车驾驶第一刻 火车是没有方向盘的 重复一遍火车没有方向盘 它的方向完全由轨道决定 现在新司机一烦准备开火车了 拉气底 踩风底 打开气门将方向推手推向前 然后推动速度拉手 400摄氏度以上的过热蒸汽 通过活塞带动驱饼连杆 记忆中的轰弄声在站台荡开 蒸汽喷发 一如他百年前出生的男客 真神奇 那现在这个时速大量能够多少 怎么看一下 也就10左右吧 10公里多了 10公里多了 坐在车里头 感觉不到速度是多少 听得轰隆隆的声音 感觉上真的特别特别的快 但是看现在仪表盘才15万 但是作为我的直接感受啊 就是我已经控制不了这个速度了 听到这个咚咚咚咚咚咚跑起来 我就想立刻把这个沙子给拉上 呼啸而过的火车 终日穿行在大东北的山林与平原 承载着昨天与明天 连接着家乡与远方 让我们随着这辆冬日列车北上 继续我们打冰雪奇缘吧